因为看到小女孩在泳池里被不怀好意的邻居举高高 男人好心提醒女孩的父亲 是不是不该让那个人和你女儿走得太近 泳池里明明都是一群小孩子在嬉戏 他一个大男人混进去干什么 何况都穿得那么少 还总是抱着女孩不撒手 肯定是图谋不轨 女孩父亲却因此和朋友争论了起来 他说泰迪不仅是自己最信任的邻居 也是相处多年的好兄弟 以他的人品才不会对女儿做出什么不好的事 还指责朋友思想过于肮脏 既然当父亲的都这么不在意 朋友也不好再说什么 殊不知父亲将为自己一时的疏忽而悔恨终生 女孩正准备回房间换衣服 泰迪也从泳池出来悄悄尾随其后 他来到女孩房间猥琐地邀请女孩一起玩洋娃娃的游戏 这时女孩的父亲突然破门而入 质问泰迪什么是洋娃娃的游戏 可悲的是这一切只是女孩的幻想 事实上父亲根本没有冲进来保护自己 手无腹机之力的小女孩毫无反抗能力 只能跟着泰迪走进噩梦房间乖乖配合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意识 因为这样的折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其实在两年多以前泰迪就将魔爪伸向了幼小的女孩 心大的父母总是放心地让女儿与泰迪在房间独处 父母本以为泰迪每次都是好心帮他们照顾孩子 压根不会想到这个伪善又卑鄙的男人内心住着一个可怕的魔鬼 根本就是对女孩目的不纯 他第一次走进女孩的房间 就哄骗着女孩一起玩装扮洋娃娃的游戏 女孩正准备起身去拿洋娃娃 泰迪却说希望女孩来当洋娃娃 自己来当一个会打扮她的好妈妈 还说这是属于他们俩之间的秘密 不许和任何人说 随后泰迪就去反锁了房门 天真的女孩哪里会想到成年人的肮脏 紧接着女孩就被带去了一个粉色的房间 接下来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女孩的认知 那时的女孩还什么都不懂 现在虽然她对一些隐晦的事情已经有了一点了解 但什么都晚了 女孩父母因为工作繁忙 又觉得泰迪是个可靠的好兄弟 竟然直接将接孩子放学的任务交给了泰迪 也就给泰迪制造了更多欺负女儿的机会 开车路上行驶的那么点时间她都不放过 女孩刚到家就吓得躲进了父亲的怀里 却一个字都不敢说 泰迪则是装出一副证人君子的样子 继续骗取夫妻俩的信任 然而女孩日复一日地经受着摧残 对她的身体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她才只有七岁 可却已经来了大姨妈 女人无意间发现女儿的裤子上全是血迹 没想到女儿年仅七岁居然就来了丽家 她想不明白女儿怎么会这么造熟 于是叫来女儿凶巴巴地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女孩支支吾吾始终不敢把邻居叔叔 和自己玩游戏的事情说出来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说 但那些难以启齿的邪恶她自己都不明白 又怎么能说得清 她试图向母亲描述一些自己被伤害的细节 可博美根本没有耐心去听 女儿只是说了一句自己讨厌邻居泰迪 就引得博美勃然大怒开始批评女儿 我们所有的朋友里面就泰迪对你最好 不仅带你玩接你放学 还经常给你送礼物 这样热心肠的人你都能讨厌 简直是不识好歹 只能说这位母亲好愚昧 世上哪有人平白无故地对你好 所有的无视现阴情全都是动机不纯 为了惩罚不懂事的女儿 在得知泰迪周末要带着她儿子去交友 博美赶紧给自己女儿也安排上了行程 女孩越是抗拒 博美就硬是要将她推向泰迪 非得让她和这位好人培养感情 她以为是对的事情 事实上却在把女儿一步步推向深渊 郊外的夜晚黑暗寂静 就像女孩的内心一样绝望凄凉 就这样在泰迪的摧残下 女孩熬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青春期的女孩考上了理想的舞蹈学院 终于远离了童年噩梦 但心里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 在阴霾的笼罩下 女孩变成了一个问题少女 抽烟喝酒思混嗑药 所有不该做的她一样不辣 还将心中所有的愤怒和不堪通过舞蹈发泄出来 本该是个天赋型的好苗子 却在一次海选时 用极其夸张的动作释放着压抑情绪 评委都觉得女孩的动作过于癫狂 甚至有的直接说她可能精神有问题 遭受了打击后女孩变得更加放纵 不仅荒废了学业 生活也乱成了一团糟 直到她终于交了一个很不错的男朋友 一开始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可不久后女孩的心理问题逐渐暴露 她总是莫名其妙地向男友发脾气 见家长时只因男朋友父母说了一句 女孩子抽烟对身体不好 就隐的女孩当场发怒拍屁股走人 她知道自己过于极端暴躁 但却始终不敢向男朋友说出真相 其实她所有的性格缺陷都来自童年的不堪经历 所以总是试图用疯狂来掩盖自卑 在男朋友的开导下女孩去见了心理医生 医生对女孩说你应该试着对你的父母说出真相 只有自己勇敢面对过去 才能彻底走出阴影 暑假时女孩回到了家里 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然而母亲的反应简直令人窒息 女孩18岁时向母亲说出了自己童年时期 遭受邻居侵犯的真相 可母亲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女孩很早就想说了 可你根本没有耐心倾听啊 父亲得知后恨不得杀了该死的泰迪 亏自己那么相信他拿他当好兄弟 没想到他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魔鬼 然而博美却让丈夫不要相信女儿的一面之词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何况女儿当时那么小 她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侵犯 甚至认为内有可能都是女儿做梦事幻想出来的 听听这亲生母亲的迷惑发言 连自己女儿的话都不相信 如果说当年她只是不知情没有保护好女儿 可现在明明知道了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真相 还反过来责怪女儿 那这和助纣为虐的帮凶又有什么区别 女孩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有撒谎 一直追在博美后面试图让她相信 换来的却是博美更变本加厉的妥气 女孩对妈妈彻底死心 原来妈妈不是不相信 只是她不愿意打破现有的安逸宁静 好在父亲非常支持女儿将泰迪告上法庭 最终女孩鼓起勇气向男朋友也说明了一切 没想到男朋友非但不介意她的过去 还帮女孩出了主意 男友觉得像泰迪那种有恋童倾向的变态 肯定不止对她一个人下过手 于是他们找出了更多的受害者 收集大量证据 女孩在父亲和男友的陪伴下 与其他受害者联合起来将泰迪告上法庭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数十名受害者中 居然有一多半都是泰迪自己亲戚家的孩子 简直丧心病狂 在法庭上泰迪甚至还厚颜无耻地说 最终还是泰迪的亲职女当场指证并提交了关键性证据 才终于让泰迪绳之以法被判死刑 事后女孩回到了儿时的房间 勇敢地推开了那间充满噩梦的粉色房门 这一刻她不再恐惧 因为她幻想着妈妈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 耐心倾听着自己的心事 算是彻底放下了过去与自己和解 走出阴霾开启崭新的人生 她决心要做一名儿童保护志愿者 呼吁所有未成年人如果一旦经历了侵害 一定要大胆向父母寻求帮助 她希望能让更多的潜在受害者 不再忍受这种非人的痛苦 受害者不应该永远被笼罩于黑暗 而是应该站在阳光下 勇敢坚强地面对人生